李皮在机场自2016年10月22日,李皮正式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。 到2019年1月25日,李皮宣布离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。 在中国执教两年三个月,距离世界杯预选赛复交赛只有一步之游。 虽然中国队依然无人世界杯,但无论是李皮本人,还是中国队,都已经建立了。 不是队友不够优秀,是队手太强大了吧。 在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0比3输给伊朗队后,李皮在赛后新闻发布会公开宣布,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。 他的合同在亚洲杯结束后到期,和中国足铁也没有继续合作下去的打算,所以在这个时候,宣布辞职一点也不令人意外,他只不过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的方式,正式告知媒体。 在执教中国队之前,李皮是广州恒大主教练。 12年5月李皮执教广州恒大,同年10月,广州恒大成为中超联赛历史上第一支成功为免联赛冠军的俱乐部。 随后的战绩,几乎让广州恒大横扫了整个中国男足所有联赛,并且让广州恒大成功获得中国职业联赛史上的首个联赛次联冠。 16年,李皮因其身体和家庭原因,和广州恒大解决的恒大夺冠当然,等待李皮的是更大的舞台。 2016年10月22日,李皮正式出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。 双方签军至2019年亚洲杯结束。 2017年1月15日,中国队在中,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,通过顶球大战,以5比4战胜克罗比亚获得第三名,李皮迎来了在中国队执教的首场胜利。 整届12场赛,李皮共率领中国队参加了6场比赛,取得三双二平一负肌11分的成绩。 但却依然无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。 执教中国男足尽管李皮的执教下,中国队,乃至整个中国男足有了一定的起色,但李皮依旧没有能力,让中国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中国国族在2019亚洲杯上0比3不敌伊朗队,李皮主动告别中国男足。 这基本上是这位71岁的老足球人最后的执教生涯了,也许是他最遗憾的事情。 李皮执教足球,最辉煌的成就,无疑是2006年的世界杯冠军,率领意大利国家队在德国以不败战绩夺魁。 这是李皮执教生涯中,绝对演绎为傲的事情。 其灵活多变的战术,将那一年的世界杯变得高潮跌宕。 带领意大利队夺得大利神杯29日,李皮正式离开广州,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,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。 执教中国国家队这段时间,李皮带队踢了30场比赛,11胜8拼11负,进35球丢41球。 他带队踢了6场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,取得三胜二平一负的战绩,与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只差2分。 在他来之前,中国队在4场十遇赛12强赛中只拿到1分。 所以,李皮在总结自己工作时,经常会提到这个。 总对比,认为中国队也许得了稳步提升。 李皮是一位伟大的教练,他能在短时间里带领任何不同的球队赢得一切。 他曾经率领广州恒大达到了顶方,但即便如此,他依旧没办法带领中国男足取得更好的成就。 随着李皮和正式的告别,意味着中国足球将正式进入调整时期。 而谁能再来指教,谁又能让中国国足温定世界杯,几乎没人知道。 曾经的米如,现在的皮里,似乎都只能带着遗憾离场。 米如在这里我们祝福皮里,因为71岁的老人,可以放下工作按下半年。 也要祝福中国国足,你还年轻,我们还在。 今月的缸和内容是正式的工作室。 请不吝点赞2,3,3,4,5,3,4,3,7,7,8,7,8,8,8,4,3,8,7,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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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9,8,8,8,9,8,8,9,8,8,9,9,9,1,1,2,2,1,2,2,3,2,3,1,2,2,1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